歡迎收看智慧型手機使用只能系列影片第23講 使用性內建小型應用程式 好,大家好,在這一節當中我們主要向各位介紹一些智慧型手機內建的小程式 那各位剛買智慧型手機的時候,應該會發現裡面其實已經有一些內建的APP 那這個APP有一些實用性的小程式在傳統手機來講也是有的 像說計算機或是錄音機 智慧型手機會有更多的這種程式 而且它是用觸控的方式來做操作的,會比傳統手機來便利 那我們就跟各位一一做介紹 好,首先第一個我們來介紹計算機 在智慧型手機內建已經有一個計算機的程式了 那其實這種小程式呢,在PlayS商店裡你也可以下載到 因為像智慧型手機它提供的是一個比較簡單的一個程式 內建都是一個簡單的 那如果你需要更進階的功能,其實在PlayS商店裡面都可以在搜尋 先說這個計算機很簡單,就是這樣子 你就可以來做計算,比如說25乘以3 都是用觸控的方式,它就算出答案了 那C就是輕調 那它當然有提供一個進階的面板 我們在Menu鍵這裡選,進階面板 它就會跑出一些賽口賽這種三角函數或是log對數 這個簡單用的是階層,這個是次方,是根號或是括號 那你也可以用滑動的方式來吸回補充面板跟進階面板 但是相較於要計算一些工程上的 這個當然還是不夠用 所以你可以去PlayS商店來下載更進階的功能 好,那計算機就是大概就這樣操作 應該大家都會了 好,那第二個我們介紹錄音機 這類型手機應該也是有一個錄音程式 它就叫做錄音程式在這邊 那網路上其實也就是很多 PlayS商店上一樣是很多錄音程式 那這個錄音程式內建的當然也是相當簡單 下面有三個鈕,第一個圓圓的就是錄音 第二個是播放,第三個是你已經錄的清單 錄音清單 那我們要錄音就是按這個鍵 按下去它就開始 假設我們講 智慧型手機使用指南 好,那按暫停 暫停是說可以先暫停錄音 那如果這個時候我們再按這個圓形的錄音 它會從第七秒繼續錄音 按一下,繼續錄音 這時候我們不要錄了,我們按停止 按停止的話代表這個錄音檔已經結束了 它的全長呢就是十秒 它已經說儲存一個叫做 然後點這個OGG檔 有些手機可能是AN 反正它們都是一個音訊的一個檔案 好,那錄完以後 你可以選擇要不要捨棄 如果是錄錯了就選擇 那儲存就存起來 按儲存這個時候 這個檔案就正式存到你的手機儲存空間裡面了 那你要檢視的話就是按這個清單 清單裡面就會有你過去錄音的結果 那因為我剛剛只有錄一次 那按下去就可以播了 聲音沒有看 好,就再播了對不對 就這樣子 那暫停就是現在播放暫停 停止就是播放停止 然後再按遠遠的又繼續錄 OK,這是一個很簡單的程式 那也很方便 如果你臨時要錄音的話 可以稍微用一下 好,那第三個呢 我們介紹Google日曆 因為Android是一個Google的 Android已經被Google買走了 所以很多Google內建的程式 你會發現什麼Google家 或是YouTube Gmail這些都已經在你的手機裡面了 那Google日曆的話 就是長這樣子 這個可以點下去 點下去就是一個像形式的一個形式呈現 那你發現上面有個藍藍的 你就是點下去就可以看 今天是有什麼事情 那當然它還提供給你 就是整天以每一個小時為單位的一個 就是可以填寫的一個表格 像說7月24日早上8點 你可以按新活動 看你要什麼活動 或是事件的 不一定是活動 有什麼事情 事件 比如說寫今天放颱風假 應該是7月23了 選錯日期了 好那你就可以勾一勾選一選 選這個時間幾點到幾點是全天 然後有誰說明這個活動是一次的 這個各位都可以自己去填 那有時候覺得這個太麻煩了 所以Google它有一個 你用電腦上這個登錄Google 它有一個日曆的那個匯錄的功能 假設就是你的學校 或是公司 他們其實有 如果有做一個行事例 而且是用Google的行事例的話 就可以來做直接匯到你的手機裡 不然 現在一般大家點進去都是空白的 也不會有這個 這個我就是我已經匯進去 我用把我們學校的行事例 匯到這個手機裡面 那就可以方便來做更改 那好處是說 假設你們公司或學校採用這樣子一個方式 那當你們的行事例如果有更改的話 你的手機也會同步來處理這個行事例 我就不用在那裡改一改 去哪一天變哪一天 那像有些手機其實也有提供一些 這個代辦行事的一些功能 就類似的軟體 那接下來介紹就是 跟它很像的就是代辦事項 代辦事項就是 就等於類似一個便條紙 或是說備忘錄 它長這樣代辦事項 那有些手機 常常就是備忘錄之類的 都差不多的功能 點下去就是你可以列一些事項 然後比如說說要什麼時候完成 假設我們按下面這個新增事項 你就可以說標題說明 這是一個比較簡單的一個 更新式機那個功能 很像但是它比較簡單 它只要說明 它不用說幾點到幾點 就不用設那麼多 哪什麼地點什麼人 太複雜了 它就設定一個簡單日期 然後你說到期日是哪一天 它就會跟你說 就是時間到晚會提醒你 然後你做完這件事情 你就可以按打勾 按一下就會打勾 像上面 這個就是做完的符號 那這個紅色這件事情 它已經過期了 假設我們現在按下去 它就可以算做完了 好那 把它回覆回來 就是這樣子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 呃 代辦事項的一個 就應用 好那最後我們介紹一個指南針 指南針的話 不一定每一支手機都有 因為它其實需要一個電子螺盤的功能 那指南針很簡單 也就是點下去 就是看到一個指南針的頁面 那相信大家應該都會看吧 這個紅色的這邊呢 就是北邊 所以當我們要查詢方位 正確的方位的時候 我們應該把這個北邊 我想辦法讓它對到這個紅色的這邊 好 那對於北邊對到紅色這邊的時候 這時候你再看東西南北 就是你看得到的方向就是實際的方位 所以東邊在那邊 OK 北邊對到紅色這邊 這個大家都會用 這應該很簡單 那這個就是需要一個電子螺盤 所以如果你的手機沒有電子螺盤的話 可能就是沒有直北針的這個功能 或是 其實指南針和直北針是一樣的 就是一樣的應用 一樣的原理 好 那 小程式大部分就是介紹完了 那其他如果你還需要一些小程式的 那個Play商店 都可以去下載 像計算機什麼進階本的計算機 錄音機也有很進階的錄音機 或是說可以在背景來錄音的功能 那形式力那種有一大堆 像三星 又有什麼S-Plane 又有自己出一款這個 形式力的一個軟體 那如果你想要更進階的 都可以自己去 Play Store做下載的動作 那我們這一講呢 就介紹到這邊 謝謝各位的觀看 請來看 最後我們lessness